嗨,我是阿杰 上一集我告诉你 四个胸挂该如何去利用数字 佩戴一些饰品来把它化解掉 那我们这一集会告诉你 四个胸挂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启动密码 才能让它发挥更大的效用哦 那我们开始吧 第一个我们讲到符位 那它是属于比较能够安稳 而且不想变化,会懒懒的,不想动的 那它启动的一些数字衣经的挂项呢 就是生气加上天衣还有延年 这三个呢,帮你把它佩戴在身上的时候呢 你会让你本身的 那种想要懒惰的心啊 会想要动起来 好,第二个我们来讲到天衣 那天衣的启动的数字衣经挂项呢 是属于生气加上延年 是属于生气加上延年哦 来,第三个我们要讲到的是生气 那生气它的启动是什么 是延年加上天衣 延年加上天衣哦 然后再来第四个 延年呢它的启动呢 是属于生气加上天衣 生气加上天衣 以上我们所讲的这些顺序啊 或者是前后 你都可以随便的去调换 因为好的画像 它只需要一点点辅助 所以它没有像胸挂 会有那么多的规矩 顺序不能换 或者是要有一些特定的组合 才能去化解掉这些挂像 以上呢是这四个极挂 非常的简单 如何让它启动这些数字 让它的力量更加的强大辅助它 那你有没有发现一点 其实呢你只要有一个组合 就是生天衣 生气天衣加上延年 这三个组合在一起 只要你数字 顺序没有变 它不仅可以化解掉无鬼 也可以化解掉祸害 或者是化解掉绝命 又可以启动这些好的一个挂像 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强的一个数字 挂像组合 其实我觉得每个人 都直接去配戴生天衣 这三个字的顺序就好了 就不用再去思考 我是什么挂像啊 我应该配戴什么样的东西 这是我研究到后来的时候 慢慢的发现 这好像是一个bug 你只要戴生天衣 这三个连续的 就可以化解掉 所有的一个不好的挂像 让自己本身呢 一个心情上的缺越 其实这一点呢 我是非常有感的 因为呢 各位应该有看到 我身上熟的 这一个小小的视频 它让我呢更有动力去做我想要做的事 我原本是一个非常没有行动力的人 那自从佩戴这个以后呢 不知道是心理因素 还是因为你每天看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会时时的去提醒自己 啊我要做 我想要做的是 立刻的行动 而不会像以前一样拖拖拉拉的 好啦以上呢 是今天四个集挂 要如何去启动的一个密码 那这一集你也学会了吗 下一集开始 我们会告诉你 我之前有路过 无鬼的身体状况 那后面呢 我会把全部的一个 胸挂椅子 急挂 该注意的身体疾病的状况 在后面视频告诉你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我是阿杰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订阅按赞 记得开启小铃铛哦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